佛教 佛教传入我国 每个朝代总会出现几个圣人 东晋慧远 唐朝玄奘 南宋道祭 但是到现在 几乎没有大能出现 主要是现在对佛教的信仰变弱 对于庇护一方的菩萨 同样产生了怀疑 佛教知识的影响力变弱 对于自己的警醒约束变少 不晓得诸善因得上果的道理 认为做一件坏事 再做一件好事 可以抵消做坏事带来的乐果 其实不然 做好事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做坏事所到来的乐果 也不会因此消失 这就是菩萨无法救度的原因 佛祖菩萨无法改变因果 自己种下的恶因一定要受报 人的一生所做的事 桩桩渐渐都会成为业 它是已经发生过的 所以被称之为定业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菩萨害怕你种下不好的因 它无法改变 而世人在作恶时很少有顾虑 只会害怕报应 所以我们不能做坏事 否则菩萨相救你 也无从下手 做坏事不仅逃脱不了天法 人世间的法律也是逃不掉的 所以必须做到客气 危险时刻方能化险为夷 菩萨救不了时 自己的行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在天灾中活下来 而有的人却在天灾中死去 菩萨不救你 请学会自救 我佛不救无缘之人 天不入无根之草 佛不度无缘之人 缘分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菩萨普度众生是随缘的 且名额有限 如果众生与菩萨无缘 菩萨无处可度 如何与菩萨结缘呢 首先你得有善缘 这就是多做好事 多积德行善 对佛祖传授的佛法深信不疑 而且可以在实际生活中 践行他 其次得与我佛建立联系 成心礼佛 去寺庙烧香拜佛 呼唤佛祖名号 这样他才能听到你内心的愿望 方能顾你 我们应该将这样的成心 转化为行动 让佛祖菩萨能够感应到 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 十分诚心得十分利益 对身边的遇到困难的人 施以援手 广结善缘 不作恶就不会得恶果 多读度佛家书籍 从中寻找正能量 对人生生发泣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